現在高雄是八強的常客 但是去年沒有進八強 在一個選年度他們希望能夠重返榮耀 但是楓源高中是來勢洶洶 直接第一分段就晉級 那就看今天能不能再保持不敗的戰績了 還開始 楓源這邊是4比1 5比1了 這一球也殺進去 8比4 楓源高中4分領先 這個就到了 對啊 不可思議 好嗆死 給了嘉義高昇 嘉義高昇有 國手 背號8號 劉亭宇 他是沙灘排球的 這個 國家隊培訓國手 好 好 這樣也可以 這個是刻意的嗎 就是 看起來運氣成分多了一點 對啊 看起來就是 他接過去 不會這麼刻意接到對方 那個 這麼靠往的位置 因為對方可以直接 等於是探頭球 殺過去 哇 又是一個很幸運的球 對啊 這個有人品不錯 有福老奶奶過馬路 現在輪到楓仁高中發球 五號的楊雅涵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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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顆扣球扣的力道蠻重的 對 對 抓這個斜線 這顆球很硬喔 豐仁高中對上 嘉義高商 25比12 拿下了第一局 在比數 7比4 豐仁高中領先 掉了一顆小球 擋住啊 那個籃網 這顆球 十五號的賴毅雲 球上場沒辦法送過王 好 這個球總算有一點水準 對 總算奏效了 嗯 現在比數又來到了 有十分差之多 哎呀 這顆球 哇 還有救出來了 哇 還有救出來了 這就是正面舉球 哇 這一球漂亮 哇 救到 哇 整個大劈腿喔 衝過去 對 鬥志要拿出來 可以放棄任何機會 嗯 嘉義高商9號的 齁 這個隊長的 蔡新童 真的 哇 幾顆球力道 對 救不回來了 25比12 這一局呢 跟第一局的分數一模一樣 複製貼上 兩局都是25比12 的